OK 最近是客户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之前有朋友问 HDR跟SDR两种不同的视频 怎么样把它放在一起进行混减 我们通过PR或FileCut 这两个软件来去剪辑 这两个软件剪辑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同 SDR或HDR的模式 肯定我们要有优先于HDR的模式去剪 为什么呢 HDR的模式它是一个高动态的视频范围的 颜色亮度都比SDR要高 不能用SDR-HDR 因为SDR始终是偏激的 达不到HDR的要求 但是HDR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理性这个关系以后 我们可写视频了 就像我们按照HDR的高 就是按照高的要求去 设置那个剪片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再把HDR的视频 还有SDR的视频 它们倒进去 然后再跟它进行输出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 混件的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把两个模式都可以用起来 OK 我们现在 Final Cut和P2这两个软件一起 来做一个简单的视频 给大家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 新建一个好了 新建一个4件 然后这里我就用HDR与SDR混件 这个地方应该键的时候 应该还要再改一下 键这个资金库已经是HDR的模式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广西域的 广西域我用iPhone12拍的 所以它是2020HLG的 我们选择它 然后就点OK 这个时候我们资源图 其实你在建这个资源库的时候 就HDR的资源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边修改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广西域的 HDR的 就一定要选择HDR是广西域的 然后在资源库里面 在建你们的一个4件的时候 这个4件里面的一个项目呢 这个地方也是要选择的 这就是刚刚这个地方有个广西域的 对 这两个地方选好以后 那我们现在这个环境 它就是一个HDR的环境 这样的话它会向下建容到SDR的 我这里选择的是索尼的A64 你已经拍的一段视频 可以我们把它导入这个视频里来 iPhone12拍 可以看到我们也是B72020HLG的HDR的视频 它亮度明显有比这个高 往后我们把它导进来 这两个视频导进来以后 可以看到你看明显这个要按 明显这个要亮 HDR和SDR的一个视频 拍的很明显有一个差别 然后我们现在把SDR的先拉进来 然后我们把HDR的也拉进来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视频过渡的时候 它会颜色是怎么样的 HDR是没问题的正常的 我们现在就只要把SDR的一个视频的 进行一个调整 这个时候我们从我们这里有一个效果 效果里面我们找到HDR打入HDR 搜索 这里有个HDR工具 我们把这个工具拖到这个SDR视频上面去 然后呢 在这个模式里面呢 有一个HDR转709的 我们把它转成HLG 对 转成HLG明显量度就提高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真正的HDR比还是有点差别的 我们再可以给它稍稍一把亮度调高一点 对你的亮度来我们是风 我们往这边拖 这个拖的话 调到100 调到100的话是亮度是够的啊 但是可能会有点过曝 没关系 我们就调到100作为参考对比吧 可以跟它 啊 跟这个真正的HDR有点接近吧 这样的话 我们跟Final Cut 你的SDR跟HDR的困件就可以了 因为HDR是没关系的 只是SDR的颜色倒进去以后 它会变得灰暗 不够明亮 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它这个HDR工具 然后把它进行调整 把它这个峰值亮度 尼特那个地方调到100 那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OK 这个就是Final Cut的一个方法 视频困件一起是简称的HDR的视频 那如果高的 简为 就是把它改成G的SDR 啊 我回应讲最后输出 那我们这个反过来怎么显得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 项目是HLG的 我们要首先把它改成709 就是SDRG标准的 OK 改成G标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变了 然后因为 为什么变呢 因为这里运用了HDR的工具 我们把SDR关掉 它就会不正常了 另外 如果跑到这个用HDR的视频呢 它就不行了 因为它会有人过曝 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要用到HDR的工具 把它拖上去 拖上去以后 然后把这个视频呢 对你的有一个HDR转709的 我们的是HLG转709选这个 它就正常了 就是改成了一个SDR的 就是低的一个 或是高的那个 这个像这个时候 我看起来就是颜色整个就比较协调了 就是跟我们正常用普通的相机 就没有HDR工具的相机或者手机拍的一个特别效果 你看它有可能是这样的效果 对吧 然后再输出就OK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就刚刚 刚刚的地步是想把低的改成高的 然后现在现在把高的改低的 这样一个操作方法 我们现在在P2里面去做一个 P2相对来讲 简单很多 好 我们现在打开P2了 然后P2再进行SDR 跟SDR的文件 OK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D2 OK 前面这个是SDR的 这后面是SDR的 明显感觉到后面的视频要量度要高很多 我们看一下现在它的训练 我是直接拖进来 它训练是自动创建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其中定义就有一个工作色彩空间 这个地方呢 你要留意的就是要把它改过来 或者新建训练的时候 你要把它改过来 就改成HLG 然后呢 就点确定就OK了 这个时候它会有一个告诉你 有改变 点确定 这个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的SDR看起来 会有点凉 它会觉得有点暗的 但是啊 我们可以不用去调它 一调的话 它这个颜色曝光就不爆了 进行输出导出 导出SDR的视频 因为我现在反映是已经SDR的视频 所以选择这里 有一个输出是 选择H265的 这不是H264 一定要选H265 然后呢 给你来 我们改个名字好了 留意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硬件加速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要选择的是 紧线软件 然后把这个勾打去掉 去掉后有一个主配置10 2020这个基色 包含H265 10元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差不多OK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直接选导出 记得这几个选项很重要 搞清楚 现在一个是紧线软件 然后主配置10 然后就选择这三个选项 包括H265 这个时候选好 以后呢 我们再选择进行导出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用Finalcard和 PR 进行对HDR和SDR的视频 进行混减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Finalcard就现在说 要再负载一点 但是PR呢 就相对简单一些 但是导出的时候 要选择会多一点来的 OK 好吧 这次我们的分享 就在这里 当然我这边也不一定是 完全正确的一个方法 我们也是在英读 在学习 在摸索 在研究这些HDR视频 还有SDR视频之间的 一个区别 或者一个怎么样的 准备一个方法 希望大家有一些高手 支持一些 就是我们的错误 支持一些更好的方法 和什么样的 OK 希望能有一些东西 可以帮到大家 好了 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所以说 aye 我们下期再见 s 请不吝点赞 我来 Sal渡 我来山群 好 要进行 有水 我们下期再见